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人民必答》的環節 這次嘉賓邪Jason 跟我們解答一下家庭觀眾股票問題 Jason 你好 Jason 你好 我們一齊聽聽電話 見到電話旁邊有張小姐 張小姐 你好 你好 是 順帶 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昨天18.04元買了中人壽 我想請問上網多少和指示會多少呢 好 先看看中人壽的股價 現在18.02元 18.04元昨天入 見到昨天的確中人壽跟隨內地股市大跌 今天仍然偏遠 因為內地股市那邊 今天仍然有跌幅在 Jason 你覺得這隻高分上網多少 還有什麼價位呢 應該要指示 沒錯 見到國壽在這一陣子來講 股價走勢都相當弱 單單你說由一月初到現在 他都有大概23元左右 跌到現在只剩下18元左右 看回那個形勢 當然都是受到內地股市走弱 來到拖累 你看到昨天上證指數都跌穿了250之後 直插到2750 今天又再跌 曾經連2700都跌穿過 對於國壽來說會有影響 再加上之前見到有些大行 都出了一份報告 就說國壽本身都推出太多一些 所謂是叫保證回報的產品 那類的產品都可以提供到 大約是四厘五厘給客戶 當你說在這一陣子 股市不是那麼快的情況下 都令到國壽本身的投資收益 不會太理想 如果你說本身投資不是那麼賺到錢 但是你也要確保回報給客戶的時候 都有機會令到國壽整體 都會出現一個負息差的情況 這一方面對它的股價 都會有一個挺大的壓力 還有看到它的走勢方面都是 之前本身有個比較重要的支持位 大概就在19個領 跌穿了這些位之後 就看回畫面上 都是有個周線圖的 下一個位要看到哪裏 可能要去到2013年 我説的是兩年多前 當時的一個低位 大概是17元 才會有個支持 所以如果你說昨天 18個領買了貨 雖然就不算特別高 但是你都要有個心理準備 短期 如果內地的股市未能夠 即是及時存定 整個跌勢有機會會延續到下面 大概是17元左右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買貨不算太多 再加上你買入的價格 都算是比較低的時候 暫時可以先拿著 好啊 張小姐還有沒有其他股票問題呢 沒有啊 謝謝 好啊 多謝你的查詢 我們都看回 其實除了中人壽 昨天平保都跌得多 平保今天仍然是在創新的低位 33.4 現在回升了一點 是33.8毫半 今天仍然是跟著內地的股市 偏遠 平保一向都說基本面好一點 會不會在現格都值得去吸納這股份呢 平保方面 這陣子的走勢比中國人壽好很多 大家都是跌的 但是它的跌幅方面相對比較輕微一點 那事關都是因為本身它的業務比較分散一點 除了你說傳統的受險業務之外呢 它也都有很多一些財產保險的業務 那這一部分的保險業務相對就比較穩定一點的 而且也不是太受股市的影響 但是都要留意的 因為如果你說整個市場很頑皮 其實本身對於另外一些可能是資產管理 證券或者銀行的業務都會有些拖累 但是平保有一個優勢就是什麼呢 就說之前也有些新聞出到來 就傳到接下來去錄金索方面 就在今年年中左右的時間 就會再獨立分拆出來上市的 那這個因素都可能令到平保現時的股值 有些支持 不只會跌太多了 所以如果你說真的要買 可能都是平保方面 相對勢頭就會好一點 其實昨天還有一位家庭觀眾想問966 不過時間的關係就沒有回答到它 見到中國太平就沒有什麼升跌 現在就在做16.8 如果沒有這隻股份 Jason建議家庭觀眾在什麼價位 和上網有多少呢 有一個波幅的話應該怎樣操作 這隻股份同樣地都是保險股 它的跌幅都是比較大的 1月初它的股價都還在23個嶺 到現時就連17元都跌穿買 即是說那個跌勢 即是比起國壽來說 都還是要多 當然你說太平本身都是從事一些 叫做傳統保險 又或者一些在保險的業務 但是整體來說 它都是挺受的市況影響的 如果你說市不遷就的時候 它那個走勢都很難說跑得贏的大市 如果你說見到它之前一個重要的支持位 就是18.5元跌穿了 短線就算它有反彈也好 但是彈上去大概18.5元這些位 同樣地的阻力都會比較大 所以你說拿著貨的時候 都可能要趁接下來有沒有反彈 彈到上去18個嶺都要考慮去減一減榜 嗯 明白 今天就跟你說說A股的走勢 看到昨天已經退守到2700關口 今天仍然會繼續偏遠 跌幅有百分之一 現在上定指數在2725點 跌著24點 這個月其實A股暴跌得很厲害 是歷史上做得最差的一個月 你也有些報道說 紅霸全球的A股 你看回其實昨天的跌市之下 是不是都看到國家隊是沒有了贏呢 不僅止昨天 基本上在過去這兩三個月來講 由去年年底的市市開始跌下來 其實內地方面的政策 都沒有很直接 對於市房做一個很大的救市行動 你說好像去年年中 當A股即是叫急跌的時候 都看到證金公司不斷都是要籌錢 即是說跟那些券商 跟那些保險資金來合作 就一起來到 就是加入那個市房上面 就來到托市 買回一些大籃籌之餘 亦都是買很多二三線的股份 但是都可能是因為上年買了太多的關係 很多的券商去到目前這一刻來講 那個資金都已經是有限的 還有他們本身承擔的風險都高了不少 所以便說這些位置再去的話 就是叫暴力救市的成效 就相對低一點 那換言之 國家隊方面都可能要再等待一個更加好的時機 等可能A股再跌深一點點 當一些沽空本質累積得太多的時候 到時候先一下就夾回頭 但是什麼時候才是一個叫做適當的時機 我相信現時這一刻都還未算是 特別是看到昨天2850點穿了之後 完全都是見不到國家隊蹤影 可能有部分其他的股份 其他的公司 就做一些自救計劃 例如部分一些股份 都憑立一個所謂爆倉線 就是說之前大股東 就拿了一些股份來抵押 如果你說股價跌得太多 那銀行或者那些券商就會叫媽展 那它要避免即時有個斬倉行動 都用一些特別的理由 或者比較奇怪的理由 就令到公司就可以申請到停牌 變相那些股份停牌之下 市況跌 他們暫時就可以避免一跌 但這也算是一個叫做治標不治本的方法 一旦如果你說市況 彈一彈的 他們股份復了牌之後 其實都要跌回之前未跌那陣的幅度 還有如果你說單用這個方法 都不能夠將整個市況可以扭轉過來 極其量可能個別 部分一些股份停牌 但是你說這些重磅股 沒有停牌那些 他們跌的時候 也會拖累整個指數向下 所以暫時如果你說國家隊 或者中央方面都沒有一些 很特別的針對性的措施 來托著市場 我相信整個氣氛都還是會比較低迷一些 還有整個上證指數 都還是有下行的壓力 Jason 你看回農曆年前 其實內地會不會降準 或者減息地放水 來舒緩資金緊張的情況 其實現在都用了很多方法 不一定要去到降準 看到之前易回購 破紀錄新高 接著又有個MLF 又調低利率等等 這些方式都為銀行 提供一些短暫的流動性 但是至於你說去到降息那一步 現在就難一點 因為內地央行都面對一個兩難格局 經濟差固然應該要降息 但是另外一方面 如果你說減息會不會令到資金外流的速度加劇 令到人民幣貶值的壓力更加大 為了捍衛人民幣匯率 我相信它在現階段要降息的機會不會太高 明白 多謝Jason你的分析 我和你做分申報 剛才講過的股份請問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好 休息一會 進頭回來有多一節的問答環節 待會再跟大家見面